亚运会骑手大选拔,苏炳天身高成烈士,女排头号球星成最大热门8月18日,雅加达亚运会开幕式将如期举行,不过中国体育官方网站还没有公布今年将由哪个运动员担任开幕式的骑手,而根据民意推测,这次亚运会担任骑手的角逐将在中国女排队长朱婷,游泳健将孙杨和田径队的飞人苏炳天三人之间展开。 只是,综合种种因素考虑,网友都认为这次的开幕式将由朱婷担任骑手,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呼声同样很高的孙杨在第二天就有赛事要进行,根据赛程的安排,亚运会的时候游泳比赛将很快就结束,这也是为了将运动村的房间留给后面的球员入住,这样的话,第二天的比赛对孙杨来说就已经很重要,而骑手并不是什么轻松的活。 作为骑手不仅要在体育场走过一圈,而且还要等待主办方的致死,对运动员的体能消耗也不小,因此有消息表明,孙杨可能连开幕式也不会参加。 不过,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在游泳比赛之后,孙杨将留下来参加闭幕式并担任骑手。 此外,对前段时间屡屡打破纪录的苏炳天来说,身高成了他的一大短板,虽说他取得的荣誉完全让他担得起这份殊荣,只是作为一名骑手。 还有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高大的身材,展现大国的风采,而苏炳天的身高只有1.72米,对他来说确实是一大硬伤。 而朱婷,他的身高为1.98米,做为中国女排队长的他,可以说是现如今世界一流的女排主攻手,在国际上也保持着良好的形象。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女排队员虽说在19日,就要与越南女排展开对决,不过,对于中国女排来说,这场比赛少了朱婷也无伤大雅, 因为两支球队实力悬殊,对中国女排来说,这只能算是一场热身赛,因此朱婷完全有时间参加开幕式并担任骑手。 只是,官宣还未宣布,我们也无法确认最终朱婷,是否有幸成为亚运会的骑手。 毕竟中国体育总局经常会给人出其不意的想法,也有球迷猜测这次的亚运会,他们,还会继次推广一些冷门的体育项目,谁也说不准。 非常好IAN 哥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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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